林千瑜今天獲要出席2023香港社交媒體風雲榜活動 被問到平日如何消化負面留言 她表示之前自己一直處理得相當好 但早前因為家裡沒有工人姐姐在 家務 照顧小朋友等工作要她一個人做 令她情緒起伏比較大 導致她開始介意網民留言 其實這幾個月我看到網民有時候有些留言 我的確是有點不開心 我以前不會的 但我突然間這幾個月我會介意了 但我會跟自己說其實這些事情會過 即今日這件事其實明天你出另一個帖 人們已經忘記了昨天那件事 你覺得很大件事的事 其實對於他們只是一個查後犯魚話題 說完之後他們都忘記了 所以我會跟自己說看開一點 我覺得人生是一個好像遊戲一樣 另外提到她近日分享的泳照相當及正 她就表示是情緒不運之後 請到工人姐姐之後去泰國參加朋友婚禮的時候拍的 我剛剛去泰國 因為我朋友結婚 我過了一個少女的旅程 因為沒有帶老公 沒有帶兒子 可能我們穿泳衣時就幫我拍了一輯照 大家的反應都很大 很感謝大家對我身形的欣賞 其實我沒有想過大家的反應這麼大 都是稱讚的聲音比較多 真是感謝大家 大家努力練就有這個身形了 如果帶老公會不會帶兒子 是否玩得很爽 真的很爽 真的 很爽 有的